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音乐仅仅只是音乐吗?其实它更像是一种能量,把它散发出来的魅力和价值传播给每一个人,周深就是这么一个恰好的例子,北大校园有属于自己的音乐广播,挑选的歌曲要求也非常的严,必须是正能量的,能够激励人心的,其实大多数学校基本都很相似,周深寝堵信一个梦非常励志,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为了梦想而努力拼搏,北大在学生跑步锻炼的时候播放了这首歌,学生们是欢呼不断。 校园中也有不少周深的粉丝,这个消息也是属于粉丝分享的,周深在北大校园的粉丝算不上多,但是这首歌播放之后却收获到了更多的欢呼声,这首歌深刻的诠释了学生们为了梦想而努力的过程。 据周深的粉丝透露,在这首歌播放之后,不少的北大学生开始喜欢上了会唱歌还有点品质的明星,不得不说,周深又吸引了一批粉丝,并且还是学霸粉丝,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他路人员有多好了,为何周深能够有这么好的路人员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与明星本身的品质有关,不仅仅是歌曲的一种体现,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他们的一言一行呢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周深自曾登上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之后,经历了一波三折,最终得到了高小松的赏识,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如今的主流歌手,这个经历是非常的励志的,而周深在彻底成名之后依旧没有明显的架子,在综艺节目当中处处透露的都是谦虚,礼貌,感恩等很多人性美的特点。 周深的性格表现呢也是有点没心没肺的,更多的是一种真诚,这让粉丝与他的距离呢更像是家人一般,所以一个明星是放散发的优演越多,路人员呢就会越好。 周深本身的路人员儿就很高,现在呢更是来了一波提升,由于周深本身的经历就非常的励志,不少学生拿他做自己的榜样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许多家长不支持孩子追星,因为他们怕孩子影响学业嘛,但是知道事情的经过之后呢,他们也对追星的偏见有了改善。 追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们更提倡的是良心的学习,而不是盲目的追求。 周深的粉丝年龄段跨度比较大,小到几岁孩童,大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周深确实是靠自己的魅力吸引了他们,这不仅仅只是歌曲的功劳。 如今周深正在打造国民度,其实呢这并不是周深的刻意而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并且把光芒照热给每一个人。 周深如今的粉丝技术是越来越高了,并且呢粉丝的年龄段也比较平均,国民度并不是每个明星都能够拥有的,这不仅仅只是靠才华就能够做到,一个优质的偶像,品质和精力更能够打动人心。 当然了,周深并不是特殊的,他也需要时间的沉淀,毕竟呢具有国民度的天王级明星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沉淀变成国民优质偶像的,这一点无可厚非。 不管怎么说,周深始终是让自己和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正能量和温暖,从这一点看呢就值得大家喜欢了。 迪斯·雷利曾经说过,成功的奥秘在于目标的坚定,但是我认为目标的明确才能够走得更远,一个明星能够散发出人格魅力远远比才华更重要,你认为呢? 其实周深是一个被唱歌耽误的教育家,大家都看过唱大语飙高音的时候深情闭眼的周深吧,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翻看他成名前经历的种种困难,因为呢中国好声音周深第一次被观众熟知了,乌克兰学医的经历曾经是一度的让纳英等导师为之一惊的,为何不继续深造学医呢? 在令人心动的Office 2当中,周深就坦言了,自己在学医的时候非常辛苦,每天做各种圈子,而且只能够睡两三个小时,最关键的是没有人理解自己的这种辛苦,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也许周深会崩溃的,而且学医只是顺从父母的意见,作为一个从小就很乖的小孩,听父母的话一直都是他应该有的模样,但是呢后来还是遵从了自己的本心,向父母建议自己要学音乐,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了,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更是发现了自己 尤其为自己而活,迈出了第一步 人生是一个长跑,谁都不知道自己真正适合什么,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周深只适合唱歌吗?并不是这样,其实他是一个被唱歌耽误的教育家 周深的娱乐化,周深目前最引以为傲的当然是他独特的嗓音,以及极其震撼的表演,但是最近呢周深却没有在音乐的综艺上发力,毕竟近年来的音乐综艺适合他的也不多,该上的都上了 比如说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歌手和中国好声音,不该上的节目呢也都上了,比如说成团的节目吧,明日之子和成分破浪的姐姐 当然不是作为选手出场啊,而是作为嘉宾登场 旅游真人秀,青春环游记,嫁考真人秀,新手驾到和职场真人秀令人心动的offer 周深呢都闪闪的发亮,在这些与音乐毫无相关的节目里面,周深依旧能够散发魅力,的确是令人瞧目结舌的 周深的娱乐化表现了,周深擅长的领域不仅是音乐,而且是在多个领域都有着很强的能力 特别是他那高情商的表达,不仅是让很多人很舒服,也增加了综艺节目的趣味性和娱乐性 相信很多周深的粉丝都是学生党,因为志同道合的原理 周深虽然也快步入到30岁了,但是他依旧给人一种学生气息 但是这并不是一种贬义啊,而是真诚,坦诚,直率,青春,活泼和朝气 他没有被社会的污浊之气污染 让我们来看一则周深和粉丝的社交媒体对话 其中周深的这一句,上课和备考的时候,你还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我发微博吗?不该反省一下吗? 就凭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周深已经是教导主人附身的感觉了 虽然身为一个几百万粉丝的实力明星 但是从来都不会给人高高在上,远在天边的娱乐圈明星的感觉 反而更像是一个躺在粉丝朋友圈里边的知心好友或者是认课老师 周深一直都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育他们,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人生的道路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的,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 社会如果不能被自己改变,那就从自身的影响力去改变身边的人 目的就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 明星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忙碌的 周深经常会在晚会表演的之后还回复粉丝的问题 或者说自己上了个新节目,大晚上还在讨论引起热议的话题 周深其实没有必要让自己这么忙 做一个远在天边的明星其实更加轻松 但身为一个教育家,他有能力而且有责任和义务去影响每一个喜欢自己的人 哪怕是一个人,他都愿意付出 教育的方式不是说教,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激励每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修 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